好 各位好 我們來算一下範例1 關於執行加速度的練習 那這是一個居家隔離的情境 小毛 因為他居家隔離 住5樓 他要把便當從1樓拿到5樓 他請他的朋友阿菲 把這個便當從1樓綁住緩降梯的繩子 那這個小毛呢 把水平綁在緩降梯繩子的另一端 水平向下運動便當就會被拉上來 好 那首先題目想要問的是 水平和便當個別的加速度 那這要回顧一下上學期學的 扭讀第二運動定律的連結體問題 你要透過利和利造成加速度這件事情 去分析他們的加速度 那首先呢 我們先來看便當 便當的受力 便當他有受到重力向下 還有受到繩子的張力 好 那他就可以寫這樣 題目以向上為正 所以向上的張力 加上向下的重力 就會等於便當的質量 乘上便當的加速度 水平也是類似的 水平的分析也是 受到重力和張力 所以張力向上 那水平也是受到兩個力 向上的張力加上向下的重力 等於水平本身的質量乘上水平的加速度 但這裡要特別注意的是 便當加速度向上的同時 水平的加速度向下 因為繩子是拉直的情況 所以向上升多少 另外一個就向下降多少 所以他的加速度 是反方向 大小一樣 但方向下相反 所以會得到這樣的結果 那我們把數字帶入 我們把數字帶入 所以我們把數字帶入 減掉 小M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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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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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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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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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负的九分之十 不知道或不熟悉 直行加速度公式的话 可以去看上一整影片 稍微介绍直行速度公式 直行速度公式跟直行加速度公式 其实是很类似的 只是把速度换成加速度 这样子 所以这一格的答案是 负的九分之十 那当小毛拿到便当时 系统直行下降的距离是多少 这里位置有点感觉不太够 那我们稍微的缩小一下 那我们从这个上一格 上一格我们可以知道 直行是做等加速运动 直行是做等加速运动 加速度是九分之十 向下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用等加速运动公式 来处理直行的距离 下降的距离 好所以我们直接用等加速运动公式 然后把加速度的部分带入直行加速度 那问题是这个踢是多少 这个踢是多少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题目说的 15公尺这件事情 15公尺这件事情 那首先呢 是先用我们的个别的 比如说个别的便当或水壶 直行并没有走15公尺哦 是便当或水壶才走15公尺 所以我们先看便当的 然后我们可以把数字带入 好这样算出来的t等于3秒 对不对 对那再把这个t等于3秒带回去 带回去 这样结果会是 我们再换个颜色 好所以结果呢会是 2分之1乘以9分之10乘以9 所以答案是5 不过是下降的 是下降的 所以最后一个是下降5公尺 好这一题就是到我们练习一下 练习一下整个连结体的问题 然后还有我们的直行加速度公式 好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